万象双环设计 秩序之美 灵感光影机身 轻盈轻薄 原色显示120Hz急速流畅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华为手机产品线的李小龙 欢迎来到阿华的学堂 在刚刚结束的华为旗舰新品发布会上 我们发布了出厂系搭载Harmony OS2的 华为P50系列手机 下面我就来擦一台可可查金色的P50 Pro手机 这就是一台出厂系搭载Harmony OS2的华为手机 一直以来P系列追求美学和摄影的完美融合 这次P50 Pro共有五种颜色 分别是雪鱼白 药金黑 佛小粉 可可查金 以及采用毫秒级电质调光工艺的联翼云波配色 我手上拿的就是这款非常时尚的可可查金色 我现在就来带大家感受一下整体的创新 拿在手上 对我来说 感觉就是诸实 首先就是整个机身拿起来更轻薄了 我们在相对上一代长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厚度减少了0.45毫米 重量减少了14克 单手握住的时候 收获了更轻盈的手感 与此同时 电池容量还增加到了4360毫安时 P50 Pro曲面屏幕是6.6英寸 顶部居中单孔屏 配备的P3全局色彩管理系统 最高支持120Hz高刷新率 300Hz助控采样率 1440Hz高频PWM调光 暗光环境下更护眼 另外机身顶部和顶部配备了双扬声器 可以实现均衡立体声 低音强劲有力 高音明亮细腻 带来更震撼的体验 我们翻到机身的背面 可以看到P50 Pro的机身比以往的金色饱和度更低 它的光泽会根据光线不同的角度变化而变化 显得低调又奢华 同时P50系列全系列支持IP68防尘抗水 P50是P系列数字家族中首个支持IP68的产品 标志性的万象双簧设计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以圆这个纯粹简单的设计元素为核心 用比例秩序和几何塑造出科学的极致美学 也是为了呼应双影像单元而生 P50系列首推超级双影像单元 系统性的整合了多颗实力镜头 多光补传感器和业界领先的图像处理能力 影像记录画面 记录不应该被遗忘的瞬间 每位影像记录者心中都有对真实的追求 跨越空间 感知明暗 还原色彩 捕捉动静 华为P系列始终保持对精湛的影像技术和完美画质的追求 帮助广大用户得到更专业的摄影体验 随着创作需求的爆发 创作者们对画质越来越高的要求 过去几年 我们在手机上践行了一个个的不可思议 P20系列的超级夜景 P30系列的超长焦镜头 P40系列的超大底 让手机摄影越来越清晰 也拍得越来越远 但几年前我们就开始思索 手机作为便携设备 面临有限的重量和有限的空间 带来的客观硬件极限 影像如何才能更变一步 当前业界通行的是半段式的图像信息还原方案 硬件和软件算法相对独立 在光学成像后进行图像后处理 P50系列采用计算光学 是业界首创全局式图像信息复原系统 在光学成像阶段修正光学误差 还原图像细节 同而还原原始图像信息 再进入图像处理阶段 通过新一代的华为XD Fusion Pro图像引擎 提升细节动态范围和色彩能力 系统实现了对画质的全新定义 接下来让我们展示一下P50 Pro长焦的魅力 AIS Pro超级防抖 加持下手机拍照预览也非常稳 我们现在实验一下10位长焦拍摄 随手拍摄据我们3米多的A4纸的清晰度测试表 我们可以看到预览画面非常清楚 每个字都非常清晰 好 我们拍一张 看一下拍照的结果 拍照效果非常好 清晰度非常高 好 我们再拍一张20倍的长焦拍摄 我们把它拖到20倍 我的手会有轻微的抖动 但是画面依然非常稳定 好 拍一张 看一下拍照的结果 每个字体都清晰可见 清晰度非常高 在AIS Pro超级防抖的加持下 除了清晰 色彩作为一个具有温度的更主观的存在 是构成我们创作灵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更真实地还原我们所看到的色彩 成为了一门学科 也成为了摆在P50系列面前的一个核心命题 那么下一个让我们来说说原色引擎 全新的XT Fusion Pro原色引擎 让P50系列的环境光谱分辨能力提升了50% 平均色相准确度提升了20% 在采集色彩方面 我们使用了新一代的10通道的多光谱传感器 色彩分辨更精准 在调校色彩中 采用P3广色域 覆盖了2000加种调校色彩量 色彩校准精细度达到了上一代的5倍 在测试过程中 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照明学专家 搭建生活中不同的照明环境 进行专业的调试处理 我们还邀请到色彩心理学博士 色彩科学专家 摄影师等 在P50系列研发过程中 前往各地采集样本 为不同光线条件下的色彩还原 提供算法优化基础 呈现出不同场景的色彩氛围 针对大家生活中需要颜色准确的场景 我们也进行了反复的确认 我关注到很多女生会抱怨 说网购口红常常遇到 实物和图片不符的情况 使用P50系列拍摄 可以还原出口红真实的色彩 也能拍出近似色的不同 再比如大家拍墙纸和窗帘 经常拍不准 也容易产生色彩的偏差 这时就不妨使用我们的P50 Pro 对色彩的还原进行一个体验 我面前已经准备了一排口红 肉眼所见的色彩明艳 红色各异 现在我打开拍照 简单调整一下构图 按下快门 真实的色彩已经在照片中呈现了 镜头之下的红色也各有精彩 我们拿照片与口红进行一下对比 我们的记录呈拍显一致 我们看到真实的色彩 已经在照片中呈现了 准确地呈现了肉眼能看到的色彩差异 为了做到这个效果 我们的研发同事如今无论男女 都应该已经成为了口红专家 P50系列在影像功能特性上 同样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惊喜 AI微动瞬间 AI消除 AI人脸遮挡都值得体验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拍摄AI微动瞬间 把想要拍摄的微动的主体 位于画面中心 然后按下开门 进入相册 然后把刚才的照片上滑 这时它会进行一个智能处理 处理完成之后 点这个微动瞬间 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我现在拍摄并制作出 将小勺咬一部分咖啡 倒入咖啡杯中 水波连移的镜头 可以看到旁边的小金鱼是静止的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同事拍摄的其他样照 在比较乱的动态环境或背景下 我只想保留某一动态而趋于定格的镜头 就可以用这个小功能去记录下来 我们在影像处理过程中 关注用户的隐私保护需求 比如AI人脸遮挡 可实现视频中人脸的智能跟踪 还有如聊天记录 一键隐藏用户头像 和昵称的这些功能 都等待大家在使用P50系列的过程中发现 那今天围绕着P50系列进行的体验 与影像力的分享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也期待大家后续对P50系列的上手体验 同时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阿华的学堂 如果有更多想了解的内容 可以来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